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常常帮着女主对付他的爸爸 小米和女主一块在酒吧骗了爸爸的钱 有一天晚上女主照顾好了自己的弟弟 安慰他去睡觉 女主和小米在房间里亲热 弟弟想要去拿姐姐给他弄的纸船 可是没有想到纸船放得太高了 以小家伙的个子根本够不到 小男孩有点逞能 他爬上了浴缸 尽力想要拿到小纸船 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等女主发现的时候 弟弟已经死在了浴缸里 女主非常的心痛 毕竟他也非常爱自己的弟弟 弟弟的死让父亲变得更加残暴 终于女主人公受不了了 他决定离开自己的父亲 搬到男朋友小米那里去住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 父亲跟踪他来到了这里 趁着他俩不注意 父亲摸了上来 毕竟父亲是成年人 一把把小米打翻在地 逼迫女主拿出钱 女主和小米的钱都被父亲抢走了 他们没有饭吃 只好去领粥喝 去了发放粥的地方 小米不想进去 他说自己在另外一个城市找到了工作 但是女主非常气愤的是小米的消极态度 况且女主现在怀孕了 她不想带着自己的孩子颠沛流离 因为女主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 她的性子是比较强的 两个人争吵了半天 小米气愤的走了 女主一个人进入了石周棚 她在里面领了粥 一个老修女过来 递给她一个地址 她说 他们的修女院 专门救助他们这些可怜人 女主没想太多 于是打算去了修女院 一个司机把她送到了一个路口 司机的眼神有些诡异 她目送的女主离去 看着女主走到了烟雾弥漫的森林深处 女主来到了修女院 有一个修女接待了她 这个修女告诉她 每天都有具体的安排 五点起床祈祷 七点去吃饭 稍后女主见到了院长 院长告诉女主 如果想要留在这里 那就要听话 女主被带到了宿舍 她感觉这里好像有些诡异 她看到了自己的社友小芳 小芳和她一样也是个孕妇 小芳告诉她 在这里一切都要小声 女主这时候听到门外诡异的声音 她趴到地上看去 看到了一个浑身是鲜血的女人 倒在了地上 她吓得睡到了床上 到了吃饭的时候 小芳因为想吐 修女却不让 然后小芳吐了出来 没想到院长这时候过来了 她说不能浪费食物 就让小芳把吐出来的东西吃掉了 到了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 女主发现天花板上的动静 她看到了鲜血一点一点的滴下来 女主想要看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站在了柜子上 滑着了一根火柴 她看到一张人脸 然后尖叫起来 这个时候院长跑了过来 她警告女主不要惹事 女主说她天亮就要走 院长答应了 可是没想到女主在半夜被带到了一个地方 修道院的人开始用各种方法折磨女主 让她屈服 并且让她改名字叫做阿加沙 最后女主屈服了 院长很满意 女主无时无刻都想着逃出去 修道院的人正在准备圣餐 原来是捐赠人和他们一块吃个饭 女主趁着这个机会跑了出去 有一个修女在后面追她 女主跑得很快 但过程中被捕兽夹子夹了左手 她跑到了半路晕了过去 在她晕之前 她看到了一辆车子 还以为她能脱离苦海 没想到车子里的人是捐赠人 又把她带回了修道院 女主再一次受到了惩罚 有一天女主在读圣经的时候 院长告诉她 她的男朋友来了 想要让小米活下来 就不能把真相说出去 在女主狠心之下 她隐瞒了 还说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小米的 小米生气地走了 这天晚上 因为有一个女人要生产 所有的修女都在忙 女主可以和小芳一块跑出去 他俩叫来了一个修女 把她打晕了 两个人本来以为能够跑出去 没想到院长就在门口等着他们 这一次女主折磨得压断了腿 女主假装屈服 院长答应给女主好处 因为这里的修女都已经老了 院长必须找一个得力干将 女主假装答应院长的请求 她首先把院长的钥匙偷了出来 紧接着又偷走了钱 贿赂了所有的修女 院长被困在了地下室 也吃尽了苦头 而女主忙完这些准备跑出去 可还有一个修女不放过她 跑的途中 女主肚子羊水破了 她必须要生产 修女这个时候也追来了 在女主的要求下 修女帮助她生下了孩子 修女抱着孩子就走 留下女主一个人自生自灭 没想到女主爆发了最后的力量 她用绳子勒死了修女 最后抱着孩子逃离了这个地方 影片中的女主人公 她不向命运屈服 即便她出生的家庭很不幸 她还是坚强地活着 我们都要相信一个人的力量 她的潜能是无尽的 女主生完孩子之后 应该是丝毫没有力气 但是为了保护孩子 她竟然爆发出了如此可怕的力量 我想这便是母爱的力量吧 这部影片很不错 好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